我們要知道這支茶葉的好壞在哪裡 它的特性在哪裡 再來就是說要送檢驗機構 他今天沒有檢驗可口 我們就把茶葉退回去 所以等於我們這邊會先幫消費者篩選過一次 再來呢我們會去做檢梗 檢梗是要挑茶池 以前大大城這邊有專門的行業是女工 負責要去挑茶池 那在當時呢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先進的一個意識型態 以前傳統婦女一定是在家裡面顧小孩 那應該大到城需要大量女工 所以他們才可以走出家庭到社會上工作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轉變 那他們還可以帶著家裡的小朋友 或是孫子 不管是兒子 到茶茶裡面來工作 再來呢我們會去做烘焙 烘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種植的部分 所有茶葉都要經過這個步驟 那烘焙是要幹嘛 降低茶葉的水分 因為水分減少的關係呢 茶葉品質就可以比較穩定 保存的時間也會比較久 那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烘過之後的茶葉它會變得比較回甘 好 那顏色啊也會變得比較深一點點 深茶跟熟茶到沒有了 怎麼去分深茶跟熟茶 不用區分 看顏色嗎 還是 原則上如果要去分深熟的界定 在於說你們經過烘焙這個步驟 所以只要有烘過就是熟的 只要沒有烘就是生的 所以原則上一般我們 茶農做好的茶葉 我們就叫做深茶 因為它沒有烘過 只要有烘過就算是熟的 所以在我們茶廠裡面 綠茶也可以算是熟茶 因為我烘過 只是我在時間跟溫度的掌控不一樣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牛排你今天要吃到幾分鐘 一分三分五分幾分 或者是有在喝咖啡的 你要深焙中焙還是淺焙 所以原則上 經過我們烘焙過之後的酒夜 都是算是熟茶 為什麼要提到深茶跟熟茶 可能胃不舒服 他說我不敢喝茶 因為會胃痛 其實絕大多數喝到的都是所謂的深茶 就是沒有經過烘焙的 多喝熟茶 不管是熟到什麼程度 都是會這樣 再來還有 在下一個步驟叫拼配 拼配的意思呢 是要讓茶葉的品質可以比較穩定 做到一個標準化跟規格化 還有一點就是說 沒足夠的量可以販售 所以這些都是精緻廠的一個專業的部分 在右手邊這一台是用瓦斯去做烘焙的 這台比較大的機器 然後左手邊這兩台呢 炸香烤箱對不對 這個是用電的方法 後面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是用煙燙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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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